绳索的使用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我们将学一下关于绳索的使用方法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绳索的建模方法 那我们在之前呢 曾经学过钢体或者说柔体及布料 那在这三个对象在建模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使用的创建面板里的标准 基本体来进行创建 而在我们使用绳索的时候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绳索在已经建模的时候 要使用我们的样条曲线 在这地方呢 我们创建一个简单的螺旋线 创一个螺旋线 然后呢 我们把圈数稍微调的多一点 圈数稍微调多一点 OK 这样一下我 注意 我们在进行制作这种绳索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点数的划分 也就是说呢 我们选中它之后呢 我们为它加一个叫做规格化样条线的修改器 规格化样条线的修改器 在这儿 并且呢 显示出对象的点面数来 对象属性 把顶点标记的选项给它打开 这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这上有很多这种点数 大家要注意 在使用规划样条线这个选项的时候 这个数值 越大 我们之间的点就越少 它其实决定的是两个点之间一个距离值 数值越低的话 我们的点数就越多 而点数多少 直接影响到我们在进行绳索制作时候的精度的好坏 点数越多 我们效果也制作出来的效果就越柔和 又更加像一个绳子绳索 而如果我们点断数很少的话 我们在进制作的时候 那个绳子将显得很僵硬 OK 那我们把数值确定约为10左右 然后呢 为它加一个叫做绳索修改器 跟我们之间学的效果是一样的 OK 点它一下 然后呢 点击在这个地方来 绳索当中有一个叫做顶点的选项 我们把上面的两个顶点选中 为它呢 干嘛 调度固定 固定起来 固定到空间当中 而将下面这个顶点 做一个操作 把它拴上一个球体 这是一个球体 好 我们在这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将 绳索这个点 注意 我们把对象当中的这个顶点边际取向 点于观察 点中它之后呢 跑到这里面来 顶点 把底下这个顶点选中 然后呢 把它固定到钢体 就是附加到钢体 选择这个钢体 我们把这钢体选 点中它 点成蓝色的 然后呢 给它约束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绳索的效果 注意 它需要加入到钢体里面来 在这儿 而我们绳索呢 也需要加入到绳索集合里面来 图标是这样一个图标 点它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眼 点击 播放 这时候发现啊 球体没有动 由于球体没有质量 我们给它一个质量 实化二十的一个质量 好 我们再来模拟一下 ok 好 我们得到一个绳索的效果 好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关于绳索在进行使用的时候的一些个比较重要的数值 在进行绳索制作的时候呢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东西需要大家注意的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对象这个摩擦力 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越 摩擦力越高的时候 它其实绳索和我们这种钢体在进行碰撞的时候 它的摩擦力越大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的效果是一个绳索 很多很多的这种绳索 掉到一个球体当中 啊 掉到这个球体之上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绳索和我们这个对象之间会产生一个摩擦关系 我们在做的时候 这个数值越高的话 我们得到这种摩擦感就越强 绳索就越不容易被掉落下来 下面呢 这个叫做空气阻力 数越高的话呢 它在空气当中进行运动的时候呢 受到的能量损失就越大 这是一个空气阻力影响 很像我们的布料当中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里面呢 值得一说的就是关于我们在绳索类型当中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数值 一个叫做弹簧 一个叫做约束 我们先看一下约束效果 约束效果得到的东西是一种类似于像绳子的效果 大家注意到 它本身并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这种拉伸变化 这个绳就是一个绳子 很僵的一种变化 但是如果呢 它是一个弹簧 那得到效果呢 很像那种跳级的效果 就是那种咱们平时所说的那种蹦级的效果 在用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到了 这个地方有个刚度值 刚度值越高的话 这个绳子就越硬 我们来看一眼这个效果 点它一下 来看一眼 它跟刚才效果不太一样 注意它会奔上弹 会奔上弹 而且呢 这个数值越低的话 这个刚度值为0.2 我们让它变成0.1 你会发现呢 它就变得弹力更好 可以看到效果是这样 直接还能弹上来 效果是这么一个效果 如果呢 它和其他的一些个钢体已经摄取好之后 还会产生这种碰撞的关系 好 OK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一个绳索的使用方法 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的关于这个避免自交叉的选项 以及呢 这里面也有这个我们的四种这种约束形式 这个呢 跟我们之前案例当中所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就不付出了 好 OK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一个绳索的一个使用方法 在这里面呢 大家需要在建模的时候注意一下关于我们的顶点的分段数 就是说我们的规划阳上线 注意一下顶点分段数 就可以了 OK 那这是一个绳索的使用方法 谢谢大家